你可曾见过这样的狙击枪 所有配件加起来还不足800克 在实际射击中 杀手还要在树干上绑上一个麻绳 枪管穿过麻绳顺时间绕上两圈半 固定好枪体 然后透过8倍镜 瞄准500米开外的西瓜 一枪打下去差了5公分 拿出罗文刀调准8倍镜 再打出一枪还是有点误差 再次细调背镜 这次准确无误地打中了把星 最后拿出特制的子弹 再次瞄准目标一枪打爆了西瓜 这把狙击枪即将就会变成 刺杀法国总统的力气 1962年8月22日 法国总统戴高乐两口子乘车 经巴黎前往机场 埋伏已久的秘密军组织看见目标 挥动手中的报纸 数感机枪对准总统坐驾就是猛死了 前后总共持续了7秒钟 杀手们一共射出150多发子弹 其中14发命中总统坐车 密集的子弹把专车的两个轮胎都射穿了 愣是没有一发击中总统的身体 6个月后 多数的反派者都已被捕 但是活下来的秘密军 仍然继续筹划暗杀戴高乐总统 这次他们找到了外国人来执行 死在这个杀手的枪下魂不计其数 手法独特从不留下任何痕迹 但是他的要价高得离谱 这次开口要50万美元现金 想一想在62年这50万美元是什么概念 为了凑齐这50万秘密军 开始抢银行捷运超车 判了假护照 定制了一款能够安检的狙击枪 还顺手在路边摊满了几个勋章 8月25日是法国的解放日 法国总统会在这一天公开露面 杀手等的就是这一天 现场车水马龙 军员踏着整齐的步伐跨过新型广场凯旋门 路边一个带着勋章的残忍退伍兵缓缓走来 查看护照轻易通过警戒线 他们不知道这就是刺杀总统的杀手 他带着拐杖走上提前观察好的楼顶 反锁上门 只需要几个步骤很快就组装好一把狙击枪 静等总统露面 外边的号角声响起 拿出特制的阻弹 打开枪栓子弹上行 等到法国总统走出车外 八倍镜已经瞭准了总体 这个时候一个老练的警察打听到消息 带着一个护卫兵来到楼顶 但是杀手已经射出了一枪 不料总统神走位 这也是戴高乐离死神最近的一次紫难 几乎贴着他头皮掠捕 就在杀手想到第二圈的时候 警卫已经打开了房间 杀手用第二颗子弹杀了警卫 在想装子弹的时候 被警察万青所死 就这样策划两个班的刺杀任务宣告失败 对此老铁们有什么想说的 我是大海观影 下期再见